你好 袁先生 很高兴看到你 我问你一个问题好不好 就是您怎么看待在现在这个阶段下 我们华人戴口罩这件事 我的中文不行 没关系 你就尽量讲 好好好 尽量讲 慢点 我们的加拿大华人在这个时间是特别紧张 但是戴口罩是 prevent其他客人是有 他们有什么的 flu disease 也不一定是这个coronavirus 这个是希望是其他朋友 在我们旁边的朋友 没有拿我们的什么的 flu 或者是这个coronavirus 但是在这个时间是特别紧张 因为他们也不明白 我们华人的时间 因为很多人因为这个中国 这个coronavirus 武汉这个virus 一定是从我们华人来的 还有其他的种族也是 比方说是新加坡 还有其他的种族也 那就是您认为这个口罩是应该戴 还是不应该戴 在我们的public health Ontario public health也说戴的个口罩 也不一定是 prevent这个有个问题 但是如果你因为戴这个口罩 是为你治的防备 还有 so prevent other people possible getting your virus or flu or flu even flu you can actually by all means is up to your decisions but in the public health situation 戴这个口罩也不一定需要的 好的 谢谢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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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